那我分的這塊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塊地 那它本身就是一個農地 那我本身沒有房子 所以就想說用土地來做貸款 那時候我知道就是說航空城一直都有在講 那我們那時候印象中就是說 好像它有在進行 可是實際大小 或是說我們有沒有在涵蓋在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台灣縣政府 有去問 然後甚至我們在辦一些政見的時候 去大園鄉公所就問了一些 他們裡面的一些員工 然後就問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航空城根本不關我們事 因為那時候聽起來就覺得說 好像是在觀音那邊 對 所以它就跟我們講說 航空城不關我們事 那我們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開始就是跑程序 就是蓋房子嘛 所以很多政見 那它政見也發給我們 那表示說 事實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蓋房子這我其實花了兩年的時間 那因為我剛從美國回來身上根本沒有錢 所以用土地貸款 那等房子蓋完以後再用房子貸款 所以千千後貸款超兩千多萬 所以我們花兩年時間 房子蓋起來的隔一個月 我就聽到就是說 航空城要徵收 然後我們家是在大陸公園的預定地 所以我那時候就非常的錯愕 因為我們在要蓋房子之前 有先去詢問過了 那航空城他確定說不會在我們家的範圍 那後來我們蓋完以後卻突然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家是在大陸公園預定地 那我覺得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子做事 這樣子這麼突然 然後都沒有一個計劃性 有一次我爸爸就突然問我 就是說你知不知道我們家被徵收 然後是在大陸公公園 我就跟他講說我知道 那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也真的不知道該怎麼 我就跟他 其實就在安慰他們 就說你不用擔心 反正徵收的話 我們用農替去換建地有什麼不好 那我爸爸就覺得這是個天方夜談 因為他從小到大已經被徵收好多次 那他知道說 其實下場都不是很好 那剛好就是 航空城這個 就是諸位地區 他們剛好組一個自救會 所以我們就跟著自救會 到機場去抗爭 那抗爭的當天 我爸爸就是跑到田嶺 農藥自殺 那所以事情就爆發出來 那這個事情爆發出來以後 我覺得政府的態度也都沒有比較好 就是說 他就是放話就跟我們講說 我們家 事實上會拿到多少錢 而且補償的錢 會多過於我們現在有的 就覺得說 好像我們土地如果被徵收 我們會變成大富翁 他放話的消息是這樣子 那事實上並不是 然後他後來又放話 就講說 不用擔心我們家被保留了 那時候就是他 因為他剛開始是講說 就是他要拆了我們房子以後 然後幫我們分配到 譬如說是在 淘喜航空城的那附近 然後我也有做一個安置的地方 然後到時候我們再配回來 他分配給我們地方 那前前後後就會可能會有七年的中間的斷層 那七年就是我們沒有地方住 就是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要等著配地 那我們要被配的地方又剛好是我祖先他們的祖墳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一切都非常的荒唐 就是說你沒有一個很完善的規劃 然後你要分配給我們地方又是墳墓地 你講得很好聽 台灣機場要擴大 然後要跑道 然後要變成航空城 這很好的一個建設 聽起來是很好 可是事實上 這裡面到底有些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迫切需要的 然後為什麼你要整收這麼大的一塊地 而且為什麼要犧牲我們所有全部的人 我們這一輩子在這邊生活這麼久 我們常常聽到你講說航空城 可是我們也渴望航空城進來 可是你卻不跟我們人民分享 我們仔細去研究它這個所謂產業專區3 它並不是被保留 就是說變成說我們產業專區3 它因為它有開發的最小的土地面積的限制 那以我們 因為這個我們家擁有的土地面積不夠大 然後要符合它的最小的開發面積 變成說我們要把整個土地把它買下來 所以我們到時候變成說我們還倒貼1.6億 才有辦法把這個房子給它保留下來 所以就覺得非常的荒唐 那當民眾有問題的時候 他都是只聽不答 就變成說是單向溝通 我只跟你講 然後你就聽一聽 然後就說我回去再做商量 然後他們不做回答 所以很多的時候他做一些工廳會 不是工廳會 他就說他做一些工展或是說一些說明會 他都是只聽不答 那變成說我們都是去那邊抱怨 然後聽一聽就沒了 我們去抗爭 我們去營建署 然後我們提出問題 每次都是這樣子 我們跟所有的官員講出我們的問題 可是我們所得到的都是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過了好幾天 然後你可能會在包裝雜誌後 聽到放話出來 從我爸爸出事以後 然後我覺得政府的 就是他的做 我覺得是有稍微 這件事情有比較稍微被重視 可是我們在呈現這個過程 還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從一開始的 譬如說他說要保留 然後事實上又沒有 我們家變成 四邊都是大馬路 變成孤島 然後後來我們又發覺說 我們要倒貼1.6億 然後後來他又跟我們講說 整個區域要剔除 政府完全都沒有正面回答過我們的問題 其實我父親今天出事 他們沒有出面 就是說他們表示怎麼樣來看 完全都沒有 而且像幾次在政府溝通的時候 我們很多次都是不能進去的 甚至有時候進去的話 都只能兩三個人 那第一次的話 我們家就是在這條道路跟公園的雨停停 那我們家就是在綠色的這一塊 跟旁邊的道路 那這條路跟這個公園的地方 就是我們整個旅士家族 這工展他圖就重新畫了 他這樣子過來 剛剛那條路他這邊過來以後 然後感覺上他常常是為了要避由我們家 所以分岔兩條路這樣子走 所以變成就是你老是留在這邊 對我們家在產業專區山裡面 可是要留在產業專區要1.6億這樣 對然後就四邊又是20米的大馬路 我們家變成 對然後在安全島裡面 變空難的時候 他飛機下來 然後直接撞到民宅嘛 對不對 那他現在要 那我們的第三跑道 對第三跑道在這邊 那先前他就是這樣子 飛下來撞到這邊的民宅嘛 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同樣的方式 他這樣下來會直接撞到的是油草 那油草有二十幾個油草 那如果這一爆炸的話 那整個桃園都完了 所以他現在等於是把航道 離了這邊跟附近的 他就是航 因為這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房子嘛 所以他的航道就是在這邊 是 對所以他把這邊人全都趕走 然後變成跑道 那到時候那油草他也不遷走 可是我覺得真的非常危險 今天就這樣下來 把門乾走之後 反而旁邊更為一線 如果有什麼飛案意外的話 你甚至說如果這區都是空地裡就算了 結果這邊反而是用草 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那個 潛藏的危機 對 一個衛爆彈在這邊